另外投城的大溪国小近年来因为海岸侵蚀严重 学校距离海边不到30公尺 地方担心万一台风大浪侵袭 校园恐怕遭受严重破坏 因此希望县府中央应该要重视 尽速规划互案设施 地方大溪里长向镇长报告目前海岸侵蚀的情形 因为画面中的海岸线距离大溪国小竟然不到30公尺 光是平常就觉得很危急 加上原本有的抛死跟下坡块都被冲走 根本没有防护功能 如果有台风来袭 大浪可能对校园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 这海流来到这里 我们都在天堂回来 如果浸到这里就趴下来 海流趴下来 所以说这些肉粽没按照顺序来 你看看 当一粒塞一粒 现在这些是旧年的大红胎来造成的 你现在一年一年的红胎 如果一次没来 两三次都会来 每次来 不可以让它摧残 跟摧残地基地下 这些学校典里没去 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建设 所以我现在我们政府的机关 可以了解我们这个辈子的困难 为了这些学校 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说一定要 现在上面来 尽量帮忙 看这些学校保护掉 对此政长表示 必须向第一核川局来反映 最起码在校园这段400公尺的海岸线 应该有所防范 因此要透过立委来协助争取相关建设 希望伊核局能够在今年紧速来放置消波块 因为风台要搞了 如果这个地方是没有来放置消波块 有危险 那么台风来了以后 我们整个大企国小的 可能会遭受很大的危险 尤其附近的寄生也会受到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伊核局能够紧速来帮个忙 把这个地方放置消波块 我们也请立委能够帮我们争取 可以在很快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做 让我们可以带着生命和整个安全 宜兰兄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